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假设我摔倒在楼梯 那没有人会找我 我们同事假设说第二天我没去上班 他打电子他打手机 那只手机可能就在我的房间 我也接不到 他们也不知道要怎样联络 那我的孩子们是一个礼拜大概成年为止 我的意思就是我突然有那种 一点点那种害怕 万一发生事情 我要怎么办 就是让我们开始想说 独居不好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开始的 有想要回到有点那种 伤害疯的那种 那种一点点 那种我感到就是 这么快速更紧张的一些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 你看我们从那个设系 里面还有从这些东西 我就想要看 监管一些谷调 所以我今天就是有一点点 担心我们七门丁 比较不 不那么单纯 其实就还是筛选 因为不管 就好比你刚刚讲 那个五小姐 五小姐也是有好的 也是有需要帮忙的 对 对啊 那我们需要帮忙 我们为什么不帮 我们就是一定 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会预见 他们进来之后 大概会有怎样的状况 是喔 所以我们就会 用怎样软心的方式去拒绝 然后我现在是希望我以后 这个空间变成我私人的书房 客厅 休息的空间 因为这一条的 月雨真的很好 白天很舒服 然后 现在因为又多了一个浴室出来 所以很希望说以后我在这边 即使是我的 我退休生活的白天时间 都会来这个地方 所以应该是 应该是他的 一个效果 好多人 好热闹喔 本来就是很期待 要跟年轻人相处 可以摆脱我那种 居住的自在 对啊 虽然这个搞不好是一种 但是老百姓好多人 愿意尝试 因为真的 具体说跟年轻人相处 搞不好是让我维持年轻的一个体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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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